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我是Eric 今天介绍给大家就是这间草物玩具食品店生意转让 这间草物是很旺的,其实都是在下跌多亚 这间草物店是很小的,可能像香港鲜达 有百多尺小的店铺位,不过人很多 Yennon College有住宅有,还有政府办公室 很多办公室都在那里,有很多上班的人附近 生意买得很便宜,$5,900 亚价是特别低,其实差不多是就这样给了生意 可能是takeover的租 因为租金好像没有写,可能租金也不会便宜 如果这个时势疫情,这些生意都会影响到 尤其是做门市生意,可能真的少了很多人流 影响了生意,所以卖出来 不过其实如果你说草物玩具,草物食品 如果你说是有网纸,然后加上去做网扣 然后也有一个revenue model 可以expand,还有这个是当是一个fixed location 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个potential 可以做得挺好的,尤其是如果你说是 对草物有兴趣,即是喜欢pets 即是一些dog lovers,其实这个生意都不错 不过现在来说,他也有说 Average有八千至一万元一个月 不过这些可能是之前的 即是现在这样的疫情应该没有了,否则都不用买了 那么,那个价格就不包它的inventory 即是它那些玩具,那些狗粮,那些不包的 不过就,五千九,不用六千元买个生意 其实真的挺划算的 不过就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做好它 起码一定要转型 起码一大部分的新客源应该是上网 其实现在这个时势,其实很多都是网购的 不过你网购加上一个physical location 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好的combination 是的,如果大家是对这个物业有兴趣 即是这个生意,生意有兴趣 可以联络我,或者其他多伦多的地产 或者是商业地产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络我,可以email我 at info at 好加好.com 还有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好加好Commercial App 在Apple App Store Google Play 都可以下载到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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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